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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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覺得我就是現金不夠 我多帶一點 我會還的啊 那個利息我真的會還的啊 有什麼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手上現金不夠所以不能買房什麼等等 不能生小孩什麼等等 講一堆理由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多帶裝潢款 建商跟他講沒關係啦 我幫你搞定然後你就簽簽簽簽簽 後來你就發現 哇!你違法了 多簽一張四百萬責任單以為賺到 近吃上法的單還被移送 剪掉 買一個房子然後多簽一張責任單 就等於是你超帶四百萬 超帶四百萬 你最嚴重是什麼?關三年 他移送剪掉你覺得 房子沒多少錢 兩千四百萬耶 這是一個建商弄的 建商弄的 兩千四百萬的房子 多簽一張四千 你以為沒什麼嗎? 最嚴重就是關三年 使公務員員記載不死之罪 然後還有超帶 不要亂簽責任單耶 你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嗎? 到時候出賣你的 出賣你的就是那個建商 出賣你的就是那個代書 還有誰? 出賣你的就是那個屋主 前屋主 全世界都會出賣你 只有你自己不知道 以為自己是安全 可是事實上你被出賣 所以這種責任單真的不要做 你也要以為 不要以為鄉下坐無人不知 結果全世界都知道 你就不要跟人家吵架 吵架 你就被抓去關 那當然這種新聞就是 月入六萬 背一千兩百萬的房貸 會怎樣嗎? 最近有人這樣討論 就是他一個月只有六萬塊 可是呢 他背上一千兩百萬 一千兩百萬的房貸 天啊 一個月要還多少? 五萬塊 五萬多的本利盒 月入六萬 每個月還五萬 你要吃什麼? 你就一萬塊可以吃 不小心今天要換個機油 就沒有錢了 換個輪胎就沒有錢了 你就要吃泡麵 或是去搶中原普渡的東西 有啦很多人這樣 公司中原普渡 社區中原普渡 你媽媽回家中原普渡 回家所有掃過來的 你就可以吃一個月 然後這個月就可以省下伙食費 好辛苦喔 最近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在買房子 然後呢 我便沒有問清楚 因為我不好意思問 說你一個月賺多少錢 只是我幫他算說 因為他想買房子 算到後來說 一個月 他想看的那個房子啊 一個月本利盒 五萬塊 我就問他說 你一個月 這個能力可以嗎? 你要付五萬塊的房貸喔 然後他居然很神奇 跟我講說 欸 可是不是有寬限期嗎? 寬限期可以一直繳 寬限期兩萬塊 他應該付的期 一個月兩萬塊的寬限期 然後我說 寬限期完之後 兩萬塊要變五萬塊喔 然後他就很天真地說 這樣子喔 那我就一直寬限期 一直繳兩萬塊就好啦 繳利息就好啦 就是無限寬限期 代表下去 可是沒有這麼容易 銀行不會做這個事情 懂嗎? 有時候網路上 有一些黑心的人 在教你這種黑心的貸款 可是它是屬於黑心的暗黑技巧 不是正格的 你必須要超代 關三年 才有可能這樣 一路寬限期下去 懂嗎? 所以不要以為買房子 這麼輕鬆 別人賺錢 其實他被抓到 你都不知道 他被抓去關 或是被罰 你都不知道 所以你不能設定 無限寬限期這些事情 不然就很大事喔 那當然如果你今天 不小心超代 不小心做壞事怎麼辦 醫師自首 這就是一個醫生 跟人家合夥 做房地毯投資 結果合夥 吵架 那醫生就覺得 好啦我自首 我自己實際要登錄假登錄 自首有沒有 他要減刑啊 多少錢 一千兩百一十五萬呢 一千多萬耶 結果買一千兩百萬 登錄一千五百萬 多三百萬 超代 然後呢 怕東窗事發 就自首減刑 對啊 自首真的可以減刑啊 別人關三年 你關兩年 少一年 然後你只要關一年 就可以出來 或是說 罰一罰錢了事 自首嘛 是我錯嘛 我不小心嘛 我以為那個是沒罪 結果後來發現有罪 然後我自首嘛 講白就是 投資客吵架 這幾人出賣自己 縱使他是醫生 他不氣了 對不對 不要以為跟你合夥 是一個好朋友 然後是你的什麼 生死之交 到了生死關頭的時候 出賣你的 絕對是你的好朋友 我們身邊有太多這樣的歷史了 跟好朋友一起投資 結果最後好朋友說 我繳不出錢了 我不要繳錢了 你就只好把那個房子吃下來 誰管你 你是不是吃泡麵 住豪宅 他就一腳把你踢開 我們沒有錢 你怎麼辦 你只好吃下去 你也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你今天是超貸 跟建商買房子的超貸 建商就會這樣講 他就不幫你修漏水 瑕疵 你家窗框漏成這樣 他就不幫你修 為什麼 你超貸 他動不動就提 你超貸 你違法 我如果跟政府檢舉你就關三年了 我有律師團 你是小蝦米 我超小利 你敢跟我要修漏水 你也不墊墊自己的精良 建商絕對會這樣子說 那些當初很和愛的那種很漂亮的 很大事業線的人 通通就變臉 變成惡魔 不會嗎 很多人有 你只是不敢講而已 隨時威脅你 動動經過你家 欸 十位先生 你們家 你超貸喔 看到你 嗨 十位先生 你超貸喔 你嘴巴給我閉上 懂嗎 然後呢 你就當不能管理委員 你想要居住專業 你想要讓社區更美好 你想要點交認真 因為你超貸 建商就說 你當什麼管理委員呢 你給我下台辭職 不然我就說你超貸 很煩對不對 是 就是這麼煩 要你幫忙當內應 這下你完蛋了 你變失敗了 變建商派了 你只是想好好住個房子 也不行 你只要超貸 建商就會幹這些事情 因為我有很多網友 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然後他快受不了崩潰了 那不是養套沙嗎 是不是 超貸很好喔 超貸可以多大一點 你口袋只有100萬 就可以買房子了 懂嗎 你就變這樣 我沒有恐嚇你 我再說事實 我們其實之前都住在一個 很小的套房裡面 但是我們一直很努力 想要趕快賺到錢 擁有自己的房子 好不容易存到錢買 卻買貴了 其實四個月前 才成交了一千萬的房子 轉手給我的時候 已經到了一千五百萬 才短短四個月 還就貴了五百萬耶 你知道那是我們幾年的薪水嗎 買賣房子不想被騙 請指明實價登錄 完整揭到門牌的房仲 永慶房屋宣示 為提供買方前一手成交價格 買貴保證最高退三百萬 先誠實再成交永慶房屋